好,我们今天来带打一个保加利亚的存档 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们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 虽然同时和这个轴心国以及共产国际打起来了 但是,我们正面的兵非常多啊 所以感觉很快就能解决 游戏开始前,我们先看一下任务简报啊 这位玩家走的是保加利亚沙皇线 然后很快点出了牧手区 之后,因为波兰的版图很好看,没忍住 拉了波兰进阵营 结果这个意大利纯内鬼 派了大量部队去帮波兰把自己给帮没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德国和法国一次在打假赛 我勉强能守住德国,但是推不动 不知道英法什么时候会对我宣战 要求里面希望我可以讲一讲傀儡国编制怎么用 读了五六次党都守不住 首先讲一下傀儡国的编制 一般傀儡国编制就是给我们刷人力用的 我们随便复制一个过来 然后训练一堆 给他原地放在家里就行了 等我们需要人力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傀儡国给他吞掉即可啊 一般是不会用傀儡国的部队去打仗的 因为他这个贡献的战争分会让他独立 我们到时候还得再拿工厂来压自制度还是非常亏的 因为我们这局人力比较多 所以不用专门去吃傀儡国刷人力了 目前这个局面 罗马尼亚和土耳其都没有进战 那我们完全可以不用管这些傀儡国 直接打正面了 看了一下前线一共有24个装甲师 那这局应该稳了 这个装甲师的编制是30宽 目前属性还不是很高 但是打这个德国应该没什么问题 研究了一下地图 这边地形还是挺复杂的 我们接下来想要进攻的话 肯定是要抢维也纳布尔诺这边的补给站 那我们最好还是改成36宽吧 这局学说点的是优火 也还可以再往下点两个就很厉害了 然后生产线的话 安排的也还不错 基本上都在产这个中坦 后行方面给我留了巨量的火炮 还有步枪 坦克缺一点点 那接下来应该就是随便玩了 意大利的这个部队还是非常多的 我本来是想把这些傀儡国部队 都要过来填线的 但是意义也不大 因为我们前线非常的短 大概就从这个滨海区到 匈牙利这一块 罗马尼亚我们都不用管 那就先不要了 我们就用手上现有的这些傀儡国部队来填线吧 把填线是专门拉出来 然后取消掉他们的任务 我们专门画一个元帅线来填 从具体的战报也能看出来 德国现在是非常脆弱的 他主力全在我们的正面 但是他还要和这个同盟国开战 那他肯定是打不过同盟国的 为了审视这边所有填线师给一个元帅来使用 然后按住shift键画一条元帅线 建设方面的话 他在这个北匈牙利这边修了一个补给中心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边也不是特别缺补给 可惜这个补给中心已经修了很久了 要是能把这个钱退回来就好了 国策现在是在拿一个科研槽 我们接下来可以点的国策还是挺多的 这边有一个巴尔干的守护者 可以拿到15%的核心攻防 然后保加利亚第三帝国 给我们刷一堆工厂 轻负巨人是直接给我们 加这个进攻修正啊 我感觉这个好像更有用一点 间谍已经把德军的计划值给压完了 还压了欠豪上线 不过我还是先拉出去做一下合作政府啊 这样应该会轻松一点 因为剩余的装备比较多 我们可以不用思考的去改我们主力师了 直接给他改成36宽 现在经验值差那么一点 不然我就直接上这个火炮了 这个火炮放在仓库里面不用有点难受的 缺的坦克一会儿就补齐了 还有很多枪和人力没花完 我们可以再做一点自己的填线师 他这个编制用的有点太干净了 只剩下一步和一齐了 还做不了其他的编制 那就先这样吧 生产线的话也稍微微调一下 我们枪不缺可以 只留少量的工厂 主要还是先把这个坦克拉起来 多余的点数也没什么好切的了 我们直接上一个装甲部队大师吧 待会儿准备直接 从捷克这边突破啊 这边的补给站离的还是挺近的 虽然说我们现在有在和同盟国交战 但是不用担心 这个是意大利开局打SI 留下来的 因为这个意大利现在被迫内战了 导致我们继承了意大利的这个战争 不过无所谓啊 我们待会儿可以打完仗 之后再去消灭同盟国 有罗马尼亚做盟友的最大好处 就是我们根本不缺油 一个厂买80个单位的油 后面坦克就随便开了 他这个坦克设计的是没有问题的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加上这个军功机构啊 先给他安排上吧 现在叠四点装甲40突破还是很够用的 计划值差不多攒好了 我们直接发起进攻 第一波进攻计划就是拿下这个斯洛伐克 然后再去威胁一下维也纳这个补给点 如果能拿下来的话 那我们后面就畅通无阻了 这个哥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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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边本来应该是拿下这边的补给站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德国的部队全部给他切断了 但是被他这个部队难了一会儿 那就 这个部队难了一会儿就能够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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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部队能够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部队难了一会儿就能够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个 Hmonge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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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点亮的 第一次看到这种颜色 接下来可以先想办法把这个意大利给它吞了 这意大利船和部队都挺多的 吞过来应该能有点作用 感觉部队已经没什么可以提升的了 我们接下来科技还是主要往飞机方向赶 就快把这个飞机点出来 这苏联部队还挺能冲的 那我们就先把它这个登陆上来 部队全给它吃了吧 直接用我们刚造出来的这个部队 正好刷点经验 我们这个装甲师吃饺子还是很轻松的 它上来多少吃多少 这一波吃完 苏联应该也差不多寄了 没想到美国都被日本宣战了 还在给我们发这个水手 先不管这些了 马上准备最快速度拿下苏联 因为装甲师比较多 我们打的也能轻松一点 这边就直接简单粗暴的前行攻势 争取把这个苏联的部队 全部给它包在这个基辅的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这个编制 600软400突破还可以 主要也是优火 解锁不了最后一排 玩的比较难受 部队全部就位之后 计划师攒满我们就可以开冲了 打开冲呢 打开冲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能是因为我们太强了 苏联都没有还手 那我们接下来开始第二段进攻计划 一波部队往上面开始包 一波部队先把这个饺子给他吃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飞机的话这边先偷个男啊 采用一下最经典的这种带火箭发射轨的设计 现在运输重量还 这个我是真的绷不住了 这个意大利内战是怎么回事啊 他爆了一个傀儡锅出来还是我的小弟啊 他就是想爆内战是吧 然后把我拉的这些田线师又全部给弄回去了 我还得再给他要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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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队冲到这边之后都不肯动了 那我们直接手动帮他动一下 然后北面这边也是直接全部拉过来 冲一下列宁格勒 这边的部队就不需要了 可以全部拉回去看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就没什么悬念了 我们为什么最后打同盟 我主要也是为了玩一下飞机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飞机数量已经非常吓人了 到这边直接宣战 我们先找一个比较适合刷飞机的场所吧 一般这边附近就可以了 忘了修这个雷达塔 不过影响不大 他这边也有雷达塔 算是帮我们提前修好了 很快作为国家都进入战斗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刷飞机了 全部密接支援这块地区 突然想起来我们这个部队太强了 AI他不进攻啊 不进攻的话 我们这个利用密接支援刷飞机的方法就用不了了 那就全夺取滞空吧 有点幽默了这下 怎么的来说也不影响 毕竟我们现在这个飞机数量是压着对面打的 就是橡胶比较缺而已 这个飞机其实已经不用再造了 就算我们浪费了一个飞机的格子 照样是能把对面飞机给快速换完的 开战之前忘了把这个抢来的海军全部调出来了 这下幽默了 我们可能想上岛的话只能通过散将了 不过这局打到这边 接下来怎么打也是一目了然 我们就消灭个法国直接退出吧 被挨的飞机总量还是非常多的 如果我们多装一个重机枪的话 可能效果还会再好一点 本来这个套路就是利用对地的 但是没利用起来 这个版本我们能装的运输重量更高了 其实可以玩得更花一点 59的对空的话 也还行 反正一比十的占损比吧 后续如果想偷懒的话 可以直接把这个飞机又建到这个将领头上 然后开一个密接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接下来都是进攻了 肯定是能让这个禁地近战的 可以使用了